中華傳導會安柱中學中七生畢業生 謝思義現在正式開始 今日我們的主題是 時代正月生的見 在不知不覺之間 安柱經過了三十年的寒暑 在這三十年裡面 安柱的環境不斷地改變 有很多人加入安柱 也都不少的人要離開 在不知不覺之間 我們一班中七的同學 又在安柱到過了七年的害羞生涯 在這七年裡面 化學的時光很多 雖然我們今天要離開 但是我們深信 我們在安全所經歷過的一切一切 老師所對我們的教導 我們也會記得 今晚是我們全級最後一次的聚會 真的很捨不得 不知我們以後會怎樣呢 雖然離開安柱呢 確實是一切很傷心 真的很不開心的事 但是我們今天Grad Dean要的氣氛 不是受人剷毛 我們要的氣氛是開心和興奮 我們要的氣氛是開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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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無人等著 當成一生幫著你 被你被騎上的巨 又一生幫著你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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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當成一場 當成一場 當成一場明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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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潮熱人共榮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大家的拍舞好不好看 好 好 好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晚的中七新的謝思宴 首先親自我介紹一下 我們就是今晚大會的詩儀 首先我想介紹一下就是美女們 張穎儀 陳詩敏 郭家庭 有美女當然是名男的啦 黃志浩 呂嘉誠 還有我暗默的最位 不要去啊 好啦 由於今晚的節目是非常非常豐富的 大家也很期待吧 是不是啊 是 首先把時間交給各位詩儀先 他們會介紹一下今晚的程序是怎樣的 請各位詩儀 哇 今晚真的很熱啊 對啦 我們四個手指腳趾加起來 都不夠那麼多人 我還知道今晚的節目很豐富 聽起來就很精彩啦 那究竟有什麼節目呢 嗯 首先我們很高興有劉校長 還有畢業囚主席羅惠娜 同學的支持 之後七點半呢 我們就開始共餐了 蛤 吃東西這麼悶的 當然不是啦 說明有豐富的節目的嘛 在最新的時間呢 我們會有兩次抽獎 玩遊戲 還有魔術表演 這麼精彩的東西 又怎麼可以被不停呢 我們除了抽獎表演節目之外 我們還有切蛋糕的儀式 咦 為什麼我們沒有排練到這麼久的表演呢 那怎麼會呢 大家最期待的不是就是這一部分 我們吃完飯 抽獎之後 我們就會有表演的節目 首先是三班各自的表演 然後我們會有三班聯合 為校長派出一份surprise的 那 希望各位很開心地享受今晚的節目 多謝 劉校長抗例 曾葉錦南 副校長 藝副校長 校友會主席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你們好 歡迎各位來臨今晚中七畢業聚餐 我很榮幸能夠代表農業囚委會 在這裡向大家說幾句話 今年中七畢業囚委 在決定那個畢業活動的主題是 時代變 心未變 為什麼我們要改這個 好像挺漂亮的主題名呢 其實我們是想帶出一個主題 就是我們安處人的心 永遠都不會改變 記得去年 劉校長展示了幾幅安處以前的照片 見證了安處隨著時代變遷 在學校的外貌和人事也都改變了很多 這種種種的變遷 不但令人感受到時間巨輪不斷地轉動 在世事也是時間推移之中不斷地改變 事實上 時代的改變令人感到很驕傲 但過往的事也都令人感到懷面 所以在今年這個畢業活動上 我們特別以時代變 心未變為題 目的是帶出安處在往的30年裏 校舍雖然不斷地更新 人事不斷地改變 但安處人的精神是永遠都不會改變 今年是安處院建校的30周年 加上我們境外的劉校長和親愛的曾太 亦都即將離開安處 在他們人生路上踏上另一階段 享受人生另外的一方面 在這個特別的一年裏 我們希望帶大家回到安處剛剛見校的年代 讓大家勉懷沒有效過往的神采 和展望更美好的未來 同時我們亦都想讓大家知道 即使我們這班中七學生即將離開學校 但我們對安處的心仍然都不會改變 你們說是不是 是 對了 在過去的七年裏面 我們得到的不單止是一份知識 更加是一份珍貴的感情 這份感情不單止建立在同學與同學之間 也建立在老師與同學之間 在這裏我代表所有中七的同學 向各位老師說一聲多謝 多謝多年來的教導 多謝你們多年來的愛護 多謝你們多年來的忍耐 這份的多謝實際趕不完 所以今晚為了表達我們 各位同學重視和珍惜這份感情 我們中七各班將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節目 來表達我們對校長和各位老師的外達和重量 希望老師和同學能夠好好享受今晚這個寶貴的時間 並享用為大家準備的尾線 多謝 各位老師和同學 各位老師和同學 各位同學 剛才詩儀說七點半才能夠吃 那豈不是要講成二十五分鐘嗎 但是呢 那豈不是要講成二十五分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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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多謝畢業同學 就設宴 招待我太太和各位老師 這次畢業聚餐呢 可以說是大家多年共處的一個鬥號 我五句話 因為以後如果要這樣凝聚 一模一樣是有可能 都不容易的 那當然呢 醉舊都有機會的 包括了本年七月一號 那個回歸日 這個同學有會再宣傳嗎 那從今天起呢 各位中學同學 就要正式離開安處 那在這個時間呢 有人說叫離售 離售一種分離呢 是有些的愁衰的 那其實呢 人際間那個分離呢 最近我看一本書的話呢 原來是一個生活上一種壓力的一種 那在一個著名的心理學者 叫Holmes & Rapps 他的測量表裏面說呢 這些壓力的程度呢 就有差異的 譬如說 配偶離世那些一百 如果是分辨離開呢 大概是六十五到七十 如果要搬屋 離開原來的地方 搬到別的地方呢 大概壓力是二十分 轉換這個環境呢 大概都有三十六 所以我相信這個對大家來說 起碼在壓力程度裡面 有三十六分多 很厲害 不過可幸的是 如果我們知道要做的事情 和我們知道自己去哪裏的話呢 那你這種的壓力會少些 害怕和恐懼會少些 即是你都知道要升學 都知道可能從葵聰去到沙田 或者去到博庫南 或者大學 及早準備 多些計劃 壓力就不會激增 不過呢 總有預料的一天 說他會突然來到 你會面對一個真真正正的離別 如果這個離別去一個地方 你想你無法準備的 那個地方你一無所知的 在這種情況下 你會不會怕呢 一定會怕 這種害怕恐懼 我相信難免會發生 但今天我希望在這段時間 和我們中七的同學 因為你們剛才有說到 希望是用歡樂去掩蓋 你們本來有一種離售 我相信我都體會到這種離別的心情 因為我和你們今天是同路人 是不是 因為你們離開我都要離開 那就同路人 是不是 我過去都有很多離別的經驗 包括生離死別那些在外 但是我很幸運地 也是很感謝上帝 我有一句座右銘 這句座右銘 一直成為我的力量和支持 這句座右銘 就是當昔日 玉書雅章要離開曠野 去到卡南地的時候 耶穆華神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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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這個應許不單單是當時給若書雅 亦是今日可以給到我們每一個人 包括各位同學在內 在安住這麼多年 你聽到很多聖經故事 臨走的時候給你一句什麼 我就想將這句說話送給大家 我豈無有吩咐你 你當剛強壯膽 不要懼怕 也不要驚慌 因為你無論往那裡去 要我説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背不背得到 不背得到也不需要 我準備了一些東西在這裏 今天六位詩儀做得很出色 我先給六位詩儀先請多一句 因為我做不及那麼多 所以我聽六位詩儀出來 有七位 有七位 OK Sorry 我記得過了 那天說編在港島已經幾乎我哭了 其他不是有寬心的 我也準備了一口 在這裏 希望 我相信這句聖經不單是帶領我過去經歷了很多離別 我相信今天在離開開主之前給你一句聖經 希望最後一個句話 要說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如果有這位神與你同在 你去到哪裏都不用怕 詩人就說我雖然行過死入憂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所以這最後一句其實是你去到哪裏 所以將來你不知去到哪裏都不用怕 因為耶路華神是與你同在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希望這次聖經成為你離開安處時的一個祝福 雖然是我的在右銘 今天也是你的在右銘 多謝大家 在聚生之前 我們有一個既簡單而又弄種的切蛋糕儀式 在這裏我們很感謝喜萊登酒店送出蛋糕一個 有請校長我們主持這個切蛋糕儀式 請到我的同學推銷 感謝 謝謝 是 準備 一 二 三 你得罪了 好 請 準備 民間校長和各位大同學 今天為大家專心表演、考製一份禮物 我們特意在潮州邀請獎位魔術大師 魔術大師有請 大師,你的魔術是怎樣的? 我們看到桌上有一些道具 這部鏡頭 看到這裡有魔術袋 其實是大師在潮州祖傳的一個魔術袋 怎樣呢? 魔術就是這樣的 大師就會問校長四條問題 校長就會說答案給大家 但在校長說答案之前 我們的魔術大師大衛高柏表 會把答案寫在潮州帶來的筆 寫在潮州帶來的紙上 我們就會在校長說答案之前 我們的大師就會寫在紙上 然後就會放入魔術袋裡 在四條問題結束之後 我們就會請另一位特別的嘉賓 幫我們看看 究竟大師寫這四個答案 和校長所說這四條問題的答案 是否一樣 魔術大戰是這樣的 好 好了 有魔術對著大師 因為對著大師大師要 感應 要感應 去看校長說什麼 校長你記得 大師只會看人內心的真話 所以校長你一陣子不可以 就不可以講話 好問 大師你想問校長什麼問題 大師說想小事牛刀 就想校長想一個自己很喜歡的送子 校長你不要說 大師你請回答 校長 他會借我 再不去講話 既邊的禁班 等他補充 在哪個 這一個 究竟校長心裡想的是什麼語 教長 你現在 跟各位我們的嘉賓和同學所 我在想中的 宋語字是四字 大師不是猜得對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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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還未知道 也要一會看看科術檔裡面的答案 第二題 大師怎麼樣? 大師說想在老師裡面 找一個老師問這個問題 究竟有沒有老師上次校長什麼呢? 蔡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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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sir在那邊 閃不過 蔡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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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看校長是什麼人 這次是一個很清楚的男朋友的機會 蔡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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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蔡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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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用回答,不用回答 最不捨得來出口 好了,大志就寫完答案了 究竟校長最不捨得安住的是什麼呢? 學生 學生,大志 第三條問題,想問什麼呢? 大志說,既然校長最不捨得的是學生 我們就找一個學生出來問這條問題 那找誰好呢? 找今天我們鏡龜點的籌位主席,我們就問一下 其實學生想知道校長是什麼呢? 學生 學生要不用怕 有什麼要違 劉太太在這裡 我送給你 你的初戀是多少歲 要想想想 劉太太在這裡 要想想 要說老師想知道幾個和學生想知道幾個 要想想知道幾個和學生想知道幾個 究竟大學長在初略是什麼時候呢? 知道劉太太的答案嗎? 大學長,要講真玩 大學長 不是大師會寫錯 太小了 太小了 等一下再寫 有這麼小嗎?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這麼小 放在魔術上 好,那究竟,校長,你初戀是甚麼時候呢? 可以回飛問題 要回答真話吧? 二十七歲 二十七歲 好了,第四條問題,最後一條 大師 大師很想知道校長在今晚的Grading中開不開心 開不開心呢? 要真話 其實是否覺得很悶? 或是覺得學生不見 等下 大師寫的東西一定是真話 大師寫的東西 會不會很害怕 會不會很害怕 怎麼會這樣 熟手 心境很難 不是,今天我們學生為你準備的,你開不開心嗎? 平靜中間大一點開心 大家大一點 好了,四條問題都問完了 那校長是甚麼答案 大家都知道 那究竟,我們的大師 潮州來的大師 是不是真的明白虛傳呢? 那袋裡面的四個答案 是不是真的 好像校長所說的四個答案呢? 這個袋子請給大師 大師 最下法師 不是,最下法 是 給大師 給大師 私下法師 對 私下法師 好了 很厲害 結果是怎樣 因為我們又請一個嘉賓 請 請 請樓台 請樓台 樓台幫我們 看看這四個答案 可以了 謝謝 但這四個答案 究竟是否像校長所說的一樣呢? 謝謝樓台 首先,第一個答案 嘩,真是壞子 其實是要等下的 我們沒有串通校長的答案 不知會否抽到初兩年是何時的題目呢? 第二個答案 開心 這個答案 對 這個答案 其實大師 是否校長是否很高興 校長 校長比較謙虛 所以 想隱藏著極度開心的表情 好,我們繼續看看第三個答案 我們先知道 做很多問題 說到這次 正確 廣東 很難 說到這次 其實是很容易猜到的 大師 大師會生氣 大師會生氣 你剛剛留在她的答案 這個就不知道答案了 大師的答案很耐煩 嘩 不是吧 真的27歲 給大師大力的掌聲 講著去哪裡啊 變暑啊 還不是講著去派對 為什麼派對這麼加勢啊 思維就是千禧世代大派對 青春 真愛青春 真正你光陰是今 青春 真愛青春 天上論書本 努力百分 若你使口空荒 他只要地面愈行 潮下要虛道 離終身抱憾 遲起潮衰弱 遲起潮衰弱 遲起終黃雲 風味衰弱 勇敢想生 傻弱 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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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今晚按燈鏡啊 奇哥 你想化人的 我不理你啊 我去看花 翻臉面而相似 光滑飄飄 兩魂相似 結果應難尿 我去看花 光滑飄飄飄 天下兩魂司機 自身無憾了 路路水流 可風光 相對共風笑 在大眼淚 應見 生死被神殿 雖然一場滬 會大家尋去笑 有個靜日 同真心 永不悔變 花很漂亮 就真是漂亮 不過明晚是會借的 我們就補唱青春晚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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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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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